湯家華議員 主席我在昨天的發言 我都講到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原則 就是要作出適當的平衡 主席當我們講的是適當的平衡的時候 當然是意味到會有些情況 是保障勞工的權益 和其他的考慮是產生一些矛盾 剛才我們投票否決了關於外容的修訂 正正是一個平衡的原則之下 要作出取捨 主席這個修訂我們是會支持的 其實我覺得好像我們有些同事發言的時候 給我的印象似乎他們不是太過了解 或者仔細地去探討一下修訂的原意和範圍 主席的原意不是保障一般來工的利益 而是保障我們未來社會的主人翁 未來的動良有機會去裝備自己 為了他們將來的事業做好準備 而這個範圍極之狹窄的 其實在政府未提出修訂之前是更加狹窄 不過在這個審議委員會期間 我和很多同事都要求 局長將這個卻免引申到其他 港外的一些教育機構的大學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很多的子弟 我們很多的小孩 相信包括局長的小孩都不頂 都要被迫去香港以外的大學 或者是教育的學府去盡修 如果對他們來說 是不獲得豁免 是一個不公平的現象 首先我在這裡多謝局方 接受我們這方面的建議 主席我剛才說過的範圍是非常狹窄的 如果我們看看那個定義裡面 我們看到 其實 首先 就不是所有的學生 做所有的工作 是會獲得豁免 而是要經審 評審課程有關聯的情況之下 由該機構 安排或者認可的工作 或者是如果是基於香港 在其他的機構學習 是他所做的工作 是就攀授該課程所達至的學術之間 是屬攀授要求中的必修或損失的部分 而第三個限制 就是一年之內他們只可以豁免一次 而那一次只可以為期五十九天之內 即是不可以長過五十九天 亦都是不可以做兩次的豁免的工作 那就是主席 我們看到這些這麼狹窄的範圍 這麼嚴謹的規範的時候 你會明白到剛才有些同事說 如果去麥當勞做就很不公平 主席 除非他是修讀連鎖快餐店的學位 否則他不會獲得豁免 或者他的學位是必須規定 他一定要去連鎖快餐店做某個工種 老實說如果要求是要他做流面 他做洗碗也不行的 做清潔也不行的 如果要他做清潔的話 他做流面也不行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其實這樣的修訂是非常非常狹窄 那當然主席 從你一個角度看 雖然說對學生是公平 但可能是對一般的勞工 是有些不公平的 這是我承認的主席 就是說換句話說 譬如特別在暑假期間 如果要做暑期工 其他一般的勞工 可能競爭能力就沒有跟學生那麼好 因為他要最低工資 學生就不用 對於一些短期工來說 在那段時間 可能對他們有些不公平 但主席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必須要做出一個適當的平衡 這個平衡就是 必然當你兩個不同的利益 或者考慮有衝突或者矛盾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出一個適當的取捨 在這方面公民黨的取捨 就覺得我們應該寧願接受 對一般勞工有少少的不公平 在某個時段上有少少的不公平 但是我們寧願給一個好的機會 給我們未來的社會主人翁 有機會真真正正去裝備自己 將來可以更加有力去貢獻香港社會 主席這個是取捨的問題 公民黨是會支持這個修訂的 我亦都想提多一句 就是這個不是特區政府想出來的 一些條文來的 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的最低工資的法律 都有些相近和相等的條文 所以絕對不是一個 特意去剝削本港勞工利益的豁免 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我們應該支持這個修訂 主席 劉建議員 不奇怪啊 不奇怪啊 不就是這個政府 講完 湯家驊議員 我知道剛才陳馬議員 發言未必一定是針對我剛才的發言 不過我也不知道我發言的時候他在不在 主席如果說做學生時期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保障的經驗 我相信我不會比任何人為少 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在酒吧做過 我晚上三 早上三點半起床去洗大餅我都試過 也都試過去台商去食物店 台商開箱 什麼的操縱工作我都做過 而我是從來沒有受到這個最低工資的保障的 所以我是絕對理解這些學生他們做工的時候 是需要受到這個保障 但我們現在講的是兩種豁免 第一種豁免呢 就是在必修課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 屬於受訓練的情況之一的一個豁免 另外就是一個為期很短暫的59天 夏天學生去拿工作經驗的豁免 那麽這些豁免呢 在剛才我發言的時候都講過了 主席 就是在其他地方的法例度都有的 那麽我又不相信在其他地方 他們亦都蓄意去剝削學生的 最低工資的權利 主席 我覺得在這方面 是最需要做一個平衡 那麽可能大家對於平衡的 那個考慮點是不同的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的主席